前两天我在路上看到一个新闻 应该来说比较搞笑的 搞笑在哪呢 那么欧洲有政治家站出来向普京喊话 欧洲的人民需要面包 不要扣留运输小麦的轮船 听起来有点像什么 就是你把脸伸过来给我打 但是你不许还手 然后很快我就看到了 普京发出了一道法令 签署了一道法令 让欧洲向他购买天然气的这些不友好国家 必须要用卢布来结算 那么欧洲对来自俄罗斯的能源 这个依赖的程度有多大呢 那远远超乎人们的想象 欧洲40%的能源来自俄罗斯 可以说中俄这两个国家在这个世界上 闹着要搞一套新的规则 不是没有他们自己的原因呢 俄罗斯提供的能源 中国提供的初级工业品和最大的组装加工能力 所以这两个国家有点像上个世纪 连续爆发的两次世界大战中的德国一样 那么觉得自己翅膀硬了 最起码在某一些方面 某一些单向上 这个世界离不开他们 他们要抢在已经被欧美掌握的话语权 他们要制定符合他们利益的规则 我们大家都应该知道 在强调契约精神的欧洲人眼里 合同就是合同 既然签署了以欧元为结算单位 你现在忽然冒出了以卢布为结算单位 那么肯定是不买账的 那么这个不买账就演变成了双方 都不让步 都不让步会造成什么样的结果呢 长期的后果我们没看见 短期的结果立马就飙升了 飙升的是卢布 可以说在俄罗斯侵略乌克兰以后 国际金融市场上做空卢布的 可能有一大堆人 甚至在做空的过程中 有国家为他们背书 怎么背书的呢 有两点值得大家注意 第一 俄罗斯有价值1320亿美金的黄金储备 有可能被美国冻结 第二就是在欧洲 在黄金交易掌握定价权的伦敦 大家看到了一种被其他国家效仿的行为 英国人开始冻结 俄罗斯富豪们的财产 无论他们是否 是普京的白手套 从政治层面上来看 很多人是普京的反对者 但不意味着他们拥有的财产 不会来捍卫俄罗斯帝国 所以防患于未然嘛 我们看到很多表面光鲜的一些做法 其实背后都有经济利益 那么普京的反击开始了 反击能得到什么样的结果 今天说起来可能还早一点 但至少大家应该知道 做空卢布的计划呢 应该是落空了 至少在短期内 很多人要被迫割肉离场 真的能坚持下去的玩家就不多了 在国际市场上 以美元锚定黄金 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以后 美元锚定了石油 都让人们知道 像在全球有一个货币霸权 其实是非常困难的 不仅要有国家实力 而且要有国际认可 卢布和人民币在国际市场上 基本上都是没有什么存在价值的 或者说不被人们看中的 那么人民币力士扩张 人民币的结算体系在过去的几年里 非速地扩张的 可以说 以赔本赚吆喝的方式 占领市场 已经超过了日元在国际体系内的结算功能 但它毕竟 与美元和欧元 包括英镑这样的差距太大 人民一直在说 人民币有一个国际结算体系 那么它跟主流的SWIFT的体系相比的话 几乎不值得一提 但俄罗斯突然冒出来了 从能源卡脖的这个角度 发起了金融反激战 背后的根源其实很简单 俄罗斯经受不了战败的损失 所以它会持续战争 即便升级它的战火所燃烧的版图 升级它所用的战术装备 包括它撤军以后可能会使用战术核武器 那么另一个角度上来说 从金融战上 它也承担不起 卢布崩溃所带来的这种危险 能导致俄罗斯再次解体的风险 主要体现在普京个人身上 过去的20多年它是一个强权 它让人们看到了 在国际政治舞台上 一个算度精准的 这么一个野蛮人的状态 甚至它还有余力来嘲笑习胖 它认为在国际社交圈里 它的声音为人们所惊讶震撼 并且拿它当回事 情况呢 人们只拿它当一个笑料 是吧 不把它当作二分钱素 但是战争爆发了以后就不一样了 因为它打的是一场侵略战争 它说要消灭风险 所以它要占领对方国家的一些 对它有威胁的这些地方 甚至要解除乌克兰的武装 让它保持中立 这些话听起来非常可笑 是吧 别说用战争来改变版图了 即便是你所自称的特别军事行动 事实上这是一场军事入侵 这是一场战争 那么欧洲国家开始制裁它 就变得和情和理 当它用河岸流来威胁整个世界的时候 人们不仅是恐慌 而且想除掉这个毒瘤 但恰恰就在这一刻 他手上最大的筹码被他使用了出来 卢布今天的这种做法 不是完全没有得到响应 有一些著名的人员公司 就已经明确的说 不是我不想用卢布跟你结算 而是本国法律不允许 这意味着 不是每个国家 每个经济实体 即便被俄罗斯认为是不友好的 也不愿意倾听普京的声音 他手上抓的这个东西 是欧洲非常忌惮的 原先人们认为 国与国之间 政治上的分歧 军事上 事实上 大家都在援助乌克兰 总是认为 在合理的规则里面 即便是打仗 大家都恪守着底线 但普京在这一刻先桌子了 最先拿出来的不是核弹 而是人员 他同时兼顾了两个站长 能源上卡脖子 能源站 转变为货币 金融站 事实上在证明一点 他没有人们想象的那么笨 他在赌 而且他不一定会输 时间就变得非常蹊跷了 既然普京能玩这个东西 那么习胖今天在中国玩的 你认为跟他有什么差距吗 我们不仅要看到 习胖以自杀的方式 为中国这个祖光加工业的大国 按下了暂停键 同时也在观望西方的态度 今天停留在中国外海 靠近东南沿海港口的这些货轮 非常出奇的 就像失去了信号一样 没有人能够听到他们的声音 他们在老老实实的排队 他们在等待着 本国政府的殉导 有没有做出决定呢 像上海这么大的城市 说停就停下来了 人们现在关心的不是上海 人们现在关心的是 它对世界经济的影响 因为你按下暂停键的是一个 非常庞大的经济体 那么就如同我们说 抛开这个国家不算是吧 那么长三角 左三角呢 中国的经济发动机不仅在这儿 而且事实上 外向性经济 是需要国际联动的 当西方按下了暂停键以后 你应该能清楚地看到 鸦雀无声 独裁者之所以能在世界上 让别人倾听他们的声音 是因为他们真有 赖以生存的价值 今天越来越多的国家 开始意识到这一点 要跟独裁国家切割 从经济上 能源上 各方面要摆脱对他们的依赖 真正人类社会所担忧的 其实不是核武器 而是密不可分的经济体 当意识形态开始做决裂的时候 如果经济还纠缠在一起 那将变得畏首畏脚 好了 谢谢大家 再见 谢谢大家